蘇拉颱風即將遠離了 但太平洋上還是很熱鬧 是不是又有新的颱風要生成了呢 交給七項主播宣童 帶我們一起來了解 沒有錯 西北太平洋上熱帶系統是排排站 目前陽面上已經有三顆颱風 來看到當然影響我們的 最強的蘇拉颱風 在今天下午兩點半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但是要留意的是這個海盔颱風 因為目前各國的模式預測 有一部分認為它有可能 會往台灣的北部海域來靠近 但是現在各國預測 還有很大的分歧 而後頭還有一個紅艷颱風 在昨天深夜的時候 是已經生成了 但是目前看起來 它的預測路徑 不會往台灣的方向去 而是往日本的外海 對於台灣影響 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那麼就來看到目前 陽面上的這三顆颱風 先來講海盔颱風 因為現在它在週六的時候 可能就會最靠近台灣的北邊海域 所以不排除在禮拜五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同時在禮拜五這一天 它也有可能會增強為中度颱風 目前預測路徑看起來 是會往大概浙江福建一帶來登陸 那麼除了海盔颱風之外 我們還要留意的是蘇拉颱風 雖然說它現在已經逐漸的 要離開我們台灣的南邊海域 但是仍然就是為整個南台灣 包含上是東南部 會帶來一些水氣的增加 而後頭這個紅豔颱風 則對台灣的影響 相對來說是比較低一些的 那麼最主要影響這兩個颱風 蘇拉還有海盔 讓它們往南偏的因素 就是因為在這邊 有一個龐大的太平洋高壓 持續的增強 而且速度還滿快的 所以才導致蘇拉颱風 它是有往南的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海盔颱風 也跟著這個太平洋高壓 有往北的趨勢 但是因為這太平洋高壓 相對來說是比較靠近西邊的 所以它才往西修的幅度更大 所以要留意的 就是在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就如預測中 它這麼的靠近台灣 勢必風雨就會很大 尤其它的暴風圈 有可能會觸碰到 北北基的陸地 提醒民眾真的要留意一下 另外也看到了 這個蘇拉颱風 現在雖然已經逐漸的遠離 但是它的強度依然沒有減弱 就是因為它沒有受到 地形的破壞 但要留意的是 整個剛剛說到 台東以及屏東 因為它的24小時累積雨量 從今天的凌晨零點來算的話 其實已經突破了300毫米 甚至在北台灣 還包含像是在桃園的新屋 也都有測得九級的陣風 而且還有可能會出現 間接性的陣風或陣雨 同時還要提醒的 就是在高雄等地 以及雲林 東港這邊 可能海水倒灌 年度天文大潮 會讓這水勢 來得在低窪處 容易積淹水的情況 那麼在未來幾天的天氣變化 也帶大家來看 基本上禮拜五到下禮拜一 整體來說 台灣都處在一個大地亞代環境裡頭 所以天氣的水氣 都是比較多一些的 也就是說 不只午後雷震雨的機率會增加之外 整天可能都會有不定時的震雨出現 而至於在整個西半部地區要留意的 就是在桃園 台中彰化這邊呢 溫度還是會普遍偏高 就是因為被風沉降的原因 所以提醒民眾防暑降溫工作 還是要記得做 以上是這節氣象說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